选宾孙艺珍即将走向婚姻殿堂 但经历了双送聚会善安再贤一周明星的结局后 很多观众对追踪势均力敌的童话爱情故事失去了信心 都说爱情属于怦然心动 而生活需要的是志同道合的伙伴 有的人青睐日久生青 无论情从何气 最终只是细水长流的陪伴 才是获得幸福的博二法子 对于身处娱乐圈的明星来说 他们在遍地诱惑的名利场里来回穿梭 于他们而言想要守住一份稳稳的幸福 往往比常人更难 但怎有那么一些意外的例子 选宾孙艺珍经历了漫长的磨合 相互短暂放弃事业试婚 我们相信他们是圈内的意外 但今天要提到的主角 《恋爱六年》里绿传分手消息 如今婚后主角四夕的神秘眷侣李宝英耻声 2013年韩国推出了爆款电视剧《听见你的声音》 剧中选男主角的是韩国一线明星李中硕 一个颜值与实力并存的男演员 而试验女主角的则是比他大十岁的李宝英 其实早在宣传期的时候 这对组合并不被看好 因为当时不少女粉丝觉着 年长的李宝英和李中硕之间不容易有CP感 可谁曾想电视剧播出以后 收视率予度涨到了26.2% 成了当年的收视冠军 而这对年下恋情侣 也成了当时最受欢迎的荧幕情侣 而且除了系里的配合以外 系外的李中硕也给足了大家幻想的空间 接受采访时 李中硕前面说 姐姐做的饭好吃 后脚就表白说我想结婚了 在颁奖年礼上 向来跟女明星保持距离的她 一脸激动的说姐姐得奖了 那段时间媒体喊话 李中硕被李宝英迷倒了 这对荧幕情侣是要假戏真做吗 事实证明 李中硕的满墙热情终是错付了 因为之后没多久 李宝英就亲自宣布自己要结婚了 而她的结婚对象 则是韩国的实力派演员池胜 池胜对李宝英有多宠爱呢 婚后有了孩子接受采访时 池胜笑着回答 家里有两个公众 女儿是小公众 她是大公众 值得一提的是 池胜做的比说的还让李宝英感动 1979年1月 李宝英在韩国首尔出生 打小李宝英就是家长嘴里别人家的孩子 因为学生时代的李宝英 不仅学习成绩优异 而且长相也让人眼前一亮 读大学的时候 外形条件很好的李宝英 就抽空闲时间 兼职的模特 阴差阳错之下 本来立志靠个公务员的她 出道当起了演员 2003年 李宝英的首部作品问世 她就是白手脱逃 第二年李宝英就在 请跟我跳最后一支无力 遇上了池胜 彼时池胜已经是 圈内小有名气的前辈 可李宝英不过是个 刚出道的新人 可即便是这样 李宝英出色的外貌 爽朗的性格 还是让池胜心动不易 于是拍戏结束后 池胜就几次要约李宝英 对于当时的李宝英来说 她虽然模糊的意识到 池胜可能对自己有好感 然而当时的她 却丝毫没有心动 毕竟李宝英的理想型 最好是有稳定工作的公务员之类的 而演员这种职业 并不被李宝英看好 就这样之后 随着池胜参军 两人的联系 断了一段时间 可等到池胜回来以后 她第一时间 就约了李宝英去喝酒 本来李宝英 是不想给他人造成误会的 后来碍于对方是前辈的缘故 又没好意思拒绝 打正以后 池胜就开始集结追求李宝英 面对池胜的表白 李宝英反倒躲了起来 之后她的经纪人出面 跟池胜说了李宝英的择偶标准 可谁曾向池胜卷说 如果她喜欢 我可以不当演员 池胜的表白 让李宝英有些无措 又有一些心动 毕竟看多了演艺圈的臣服 和男人的花心以后 池胜这种痴情 让李宝英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再往后 李宝英就放任池胜尾在自己身边 直到三年后 也就是2007年底 李宝英才答应了池胜的追求 三年亲手美人 池胜激动的同时还不忘保证 以后自己不会让她失望 14年的爱情长炮 婚后的李宝英被池胜重重公众 2008年 他们被媒体派到约会 恋情大白与天下以后 李宝英的事业就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毕竟韩国演艺圈对女艺人 要求一直很高 当时有圈内的好友就透露说 这种国不恋情的女艺人 在和男演员组CP的时候 就容易引起观众的出戏 或者是反感 在这样的情况下 李宝英的收入比之前少了一大半 面对这样的情况 一向好强的李宝英就很不能接受 看着女朋友如此发愁 池胜没有说出那种我养你的虚话 而是开始积极配合女朋友 一有时间 池胜就陪着李宝英锻炼演技 日常相处时 池胜也是处处照顾李宝英的情绪 这就让本来有些压抑的李宝英 不再沉浸在负面情绪里 与此同时 池胜还做到了演艺滤技 他从来没有跟其他合作伙伴 传出过绯闻 那个时候 就连李宝英的朋友都说 他没有看错人 几年的沉淀剧后 李宝英在《我的女儿素英》里 又了让人眼前一亮的演技 也正是脱这部剧的服 他才有了2013年的《听见你的声音》 到了2013年年底的时候 李宝英和池胜踏入了婚姻的殿堂 当时去参加李宝英婚礼的李宗硕 在婚礼还没开始的时候 就提前退场了 彼时媒体还说 李宗硕是不想看着 喜欢的姐姐嫁给别人 李宗硕坦言 虽然在宝英界对外公布之前 就知道她要结婚了 但看到婚讯新闻 心情还是很微妙 听伤的愚韵尚未消去 姐姐就突然要嫁人了 这么一想就觉得很奇怪 一整天都漫漫不乐的 甚至偷偷掉过眼泪 只能说李宝英的魅力太大了 能迷到万千韩国少女的偶像 婚后没多久 感情很好的小夫妻 就传出了怀孕的好消息 不同于大多数韩国家庭里 孕妇也得操劳的情况 孕期的李宝英被池胜照顾得很好 但凡池胜有时间 她就会陪伴在李宝英身边 李宝英不方便做的家务什么的 池胜都会帮忙 有时候李宝英晚上抽筋 池胜也会先给她按摩 把她安抚好 彼时就连韩国的综艺节目里都说 这是一对令人羡慕的明星夫妻 2015年的时候 李宝英生下了一个女儿 接受采访时 池胜一脸微笑的说 以后家里就有两个公主了 之后的日子里 池胜做到了当时许下的承诺 她会给妻子准备惊喜 日常表白老婆豪美 拍戏外出时 还会主动打电话抱贝当 圈内的好友还调侃说 池胜从来没有对李宝英发过脾气 到了2019年 被池胜当成公主一样 合护的李宝英 又生下了一个儿子 这样的四口之家多么幸福 携手走过14年 李宝英从来没后悔过当时的选择 只能说持胜的爱 让她有了无穷的信心和勇气 而至于李中硕 在李宝英结婚两年后 通过个人印刺 上传了自己与演员李宝英等 在出席演员尹香炫 割舍眉笔之女 罗谦周岁燕的拍摄合照 李中硕轻拢李宝英 再度捅狂的两人 依旧显得亲密十足 李中硕留言道 罗谦祝你生日快乐 照片中 以及女儿 电视剧听见你的声音的导演赵秀远 编剧朴慧莲站成一排 对着镜头露出了灿烂的微笑 气氛显得格外温馨 因拍戏而结识好友的李中硕和李宝英 更以听见你的声音 在2013年拿下韩国电视剧最佳情侣奖 不知道什么时候还可以看到 他们再度合作呢 只能多多期待了